今天我做了用料简单又容易烹饪的鸡肉沙拉 哈喽大家好,我是Sophie 欢迎观看我的烹饪日记 首先选择你喜欢的生菜 冲洗干净 然后是控水 把菜叶上的水滴尽量都甩下去 甩出来了这么些水 把生菜先放置一边 接下来是鸡肉的部分 我选择用chicken tender 因为这部分的肉比较嫩比较juicy 先铺一层保鲜膜 然后用厨房纸巾 斩干鸡肉表面的水分 再把鸡肉条平铺在保鲜膜上 中间留一些距离 然后把保鲜膜折叠一下盖住鸡肉 稍微拍打一下鸡肉是为了能让肉片更薄一些 接触调料的面积也更大一些 这样煎的时候熟得快也更加入味 你也可以用专业的打肉的工具 不过我觉得擀面杖就挺好用的 然后给鸡肉调的凉面撒上盐和黑胡椒 盐的用量按你的个人口味来 刚开始垫了一层保鲜膜 也是为了方便之后给鸡肉翻面 点一点油 把鸡熏肉在锅里煎至两面金黄就好了 煎好的鸡肉可以先晾一下 等不太烫的时候再切 在等待的期间我们来拌沙拉 我这次用的dressing比较简单 只有olive oil和鲍鲜麦 vinegar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salad dressing 沙拉搅拌均匀之后分盘 然后我们铺上切好了的鸡肉 最后一个人口味可以再撒上一些pormoran cheese 这样我们的dicar健康有颜值又好吃的鸡肉沙拉就做好了 希望能在留言区看到你们的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